红终出口 宝极高颖 任其限又何妨 我知道是绝就好 所以世间法中不会不限 他天天都这样子限 所以古德才讲说 烦恼现前处如何 随他起 随他落 那不知道烦恼 不知道烦恼 那不是妖魔鬼怪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见黑都要知黑 见白就要知白 见烦恼你要知烦恼 过去在烦恼中流转是不知 那叫无明 现在是知你怕什么 只要在烦恼上面 你只要担心你不知 不明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烦恼 不知道烦恼 那你根本就没有入世间的智慧 世间所有这些智慧 现前处都是世间的烦恼相状 那过去都是烦恼 那是法中的束缚 将来你能看到烦恼时 那是大觉的担当啊 那烦恼呢 方便说都是假民 就好像你镜子照黑 过去照黑就被黑锁蒙蔽 将来你看到静体时它一样照黑啊 它难道不会照黑了吗 不会照黑也就不是镜子了 它依旧照黑 决心也是如此 所以决心现前处就是世间的 所以世间现前处就是一切世间感受最深沉处 只是在世间感受深沉处你不认绝体 我们讲到深沉就讲到恶鬼好了 恶鬼你不认绝体 它叫面燃 它叫浇灭 面燃就是在任何感受现前处你不认绝体了 就在这个感受前 败坏燃烧了你的绝照 面燃 可是就在这个面燃当下 每一个决心的败坏处 这么样强烈的败坏处上面 其实都是你当下就地还家的地方 所以它叫大事 当你在看到任何感受的最强烈处 也就是你指它就能够 当下就能够归家的这个作用时 这个叫面燃大事 虽然讲到大事 其实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观世音 所以你会发现佛门中长的故事 不是那个无厘头的 它是真的在你心中讲的 心性中讲的 你绝心就是这样的同体 流出 绝心一定会同体流出 所以就是如同观音 可是同体流出时 它一定会呈现 同体一定呈现 再黑有黑的势力 再白有白的势力 再黑有黑的境界 再白有白的境界 要不能呈现还叫绝吗 还叫同体吗 但在能呈现处 大家众生就会被在感受 表面上所烧燃 败坏你的智慧 叫烧燃 事实上将来你要找到 你的根本的觉体 还是就在这个烧燃处 叫面燃处 你在面燃能够体会 它是大事实 你看到的面燃就是观世音 就是看到你的同体制 看到你根本大觉的同体制 所以没有一个公案 是讲虚妄的 没有一个公案 是讲这个 在世间法中 只是辟语跟故事 所以佛门之中 从来不是讲故事 再讲到修多罗 修多罗者 弃金 大家都知道是弃金 那现在讲弃金的意思 什么是弃金 弃金就是上弃佛理 下弃物基 万物的根基 上弃佛理 下弃物基 叫做弃金 那过去要是讲弃金当下 解释文字 大家也都知道这样的解释 假如今天这几堂课 大家要是真正 当然我讲的只是 最基础的东西 因为毕竟我还是个凡夫 但是大家已经在行者当下 已经懂得如何重新调理 自己的发心跟脚步时 你才会发现弃金二字 上弃佛理 这里面有很多现前的接引 让你念念之间 在一切法中 不要忘记根本 佛的大觉的命脉 理者脉落相 什么是理 过去讲那个理 就是欲的纹路 一个好欲的纹路 那叫做理 那叫脉落 上弃佛理 就是在最现前的末梢 你能看到就是大觉的脉落 流眼吗 叫做上弃佛理 当你总能够看到 大觉的流眼当下 你当然不什么 不舍现前的所见之中的 种种 这个因缘所现的 种种物积 所以他的应激 他不但能够知道 决心的流眼 因为他在应激 知道决心流眼时 所以你才能够在 现前应激物积上面 重新为他命名 你才知道他在启程什么 他在呈现什么 他在感召些什么 他在作用些什么 那讲到这些都是什么 从觉入觉 这启程什么 感召什么 作用什么 都是从觉入觉的绝项而已 所以无一法不绝 那才叫弃精 那才叫修多罗 那才真正有上弃佛理 下弃物积 这样你不是像禅行者 根本不是在心中 这样的回光的 上弃佛理 下弃物积 读完便罢 就料了 把这个文字写了 以后明天还是 上弃佛理 下弃物积 上弃佛理 下弃物积 那念经厂将说 上和十方众生 本庙决心 下和六道众生 同一悲养 悲完了事 怎么悲养 天天要参 怎么样上和 天天要关 天天要做如是共样 天天要做如是服事 你就是现前阿难 那一念心 念念是佛 你在念念是佛之中 你才能够感觉到 心性的种种 太患了 变异啊 那叫庆喜 你这念是佛的心 只要不昧 你会发现 其他的所有过去 心底之中 心性之中的 跟所有的智慧 不见的智慧 他慢慢慢慢 都能成就 当一切智慧 成就圆满处 你这个是佛的心 才能够消歇 叫最后震 不用你刻意消歇 他就消歇 因为其他智慧都成就了 那你就 这一念心就消歇了 那叫最后震 所以最初一定要有 那个是佛的心 所以有很多经 都是阿难 对吧 以当机 连经文如是我闻 那个我闻就是阿难 是佛 谁闻 心中是佛者闻 什么叫是佛者 念念不舍离绝体的人 什么叫念念不舍离绝体的人 觉行者是 那个我 所以那个我字 在大波涅槃经中讲 那个我字就是如来藏意 那个我字才是真正深入 一切本来面目的如来藏 所以那个我字 你在任何 已经发了行者那个我中 你就能够担当过去一切 妄想众生的 种种的一切的所我 你在一切所我之中 你已经懂得回光时 那里面还有另一个我 那是行者的觉我 那念念是佛的那个觉我 大觉的觉 觉我 在这个觉我之中 就念念呵护过去所现的 种种的我 知道了过去种种的 所我中的流转的虚妄 所以念念在观想 大觉体中的本来面目 这个觉我 所以当你将来 证得这个觉我时 那这个觉我就是 大觉性体之中之所 铺设流眼处 那个叫如来藏 所以过去你要 趁如是如来的信中去证 将来正得时 就是如来的根本 妙性成就时 那个就叫如来藏 所以在这个上面 要弃经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先在 心中念念 你已然懂得当下回光了 当下念念参了 所以每一个感受 现前处 你就要参 它就是觉 它就是觉 这有点类似像中文的画头 你要是认为说 这个画头 将来不见得能成就 你要真正这一身中 功不堂倦 那我就劝你 每一个念头 换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你已经知道道理了 你就跟过去净土中人 一般的净土中人 所思维的不一样 净土中人所说的 我换个念头 念头中都是阿弥陀佛 八分之中 多分都是委屈像 还有两分 当然都是有智慧的 八分之中 都是委屈像 那我已经讲得很含蓄了 那都是跟 所以念佛念到最后 才发现念耶稣比较快 多少 很多出家人 最后觉得耶稣也是神 也可以保佑我 这都是不同心性的人 最初就不是在心性之中下手的 不是关心的人 不是关心的人 他当然不知道 将来所看到的世界 就是心性所成就的 你现在是什么心 将来就是什么世界 还不要讲将来了 现在你是什么心 世界就不同 同样的地点 地点 同样的时间 你我现在发心不同 现在的感受都不同 连看到灯光 你所接受的灯光的光度 色度都不一样 不但光度色度不一样 他所当下感召的东西就不同 你心中是祥和的 这种灯光之中 让你感受的 都是智慧 我心中是烦恼的 这种灯光 让我感受的 都是压迫 所以哪有真正的世间 现前的业力 所以哪有 除心之外的西方 根本大觉的本来面目是 只是这一念的决心 因为这一念决心 本来是绝固 所以要你去念圣人的名字时 假如你不暧昧自己的信德 他一定会在圣人的名字当下 能够崛起如是同等作用 信德 那叫以绝一绝 为什么 佛门之中敢立如是法门 因为他根本究竟 了然知道一切大觉果 所以他叫你念圣人的名字 所以最初念那个名字时 他都不是让你委屈的 只要你是至神恳见念名字 你要是抱着委屈的心态 过去凡夫 那种唯唯知之的心态来 但是你最初如果是真的 至神恳见 老是念久而久之 你也会觉得那种委屈是错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出家 过去都是抱着世间的妄想委屈来的 最后你才会发现 为什么你会发现 你的发现是错 可能就是你出家时 你真正发了一个 我要出家的心 我要了脱生死的心 所以你才会知道 这一念心中 虽然名字叫念佛 事实上我还在纠缠于生死 还在纠缠于种种心心中的委屈 心中根本不惑他 所以你知道是觉悟 你念那句佛号 因为佛法之中告诉你 就是这种大觉心中的作用 所以你念那句佛号 你只要至诚恳切 你只要老实念来 那个佛号之中的名字 他就潜移默化 你就慢慢慢慢知道 原来我过去躲在何处 这叫念佛 所以这个念佛 就是早上我讲的 绝对不会说 我只要念佛就好 其他不要 不可能 你怎么会多这一句的 这叫暗昧心性 你暗昧心性就不能去西方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经文中说的 不可以少功德得身彼国 什么叫少功德 就是暗昧心性就是少 什么叫多功德 照见全性就是多 能够显现决性就是多 因为这个多中 他自然成就皆引 从你暗昧不知 慢慢慢慢 你能够知道原来过去知 今世而昨非 陶渊明讲的 知道原来今天对了 昨天原来还是委屈下 从此以后 你会发现 原来心性中 他不但能够从名字当下 他能够号要 听闻一切佛名中的解释 他能够看到一切文字 看到大波涅槃经 看到法华经 看到华言经 看到金刚经 他居然都能感到 经文文字当下浮出的 就是无量寿 无量光的道理 这个不是讲玄 这个讲心性 若是真正用到赤神处 就是如此 一个画家 若是真正心性 用到纯熟处 纯熟处 他走到任何地方 他感觉就是一幅画 一个音乐家 要是真正心性 用到纯熟处 走到任何地方 他听的都是音符 都是乐章 他随手拧来 就可以谱出音乐 为什么 因为他到处都是乐章 一修心法的念佛的人 你怎么会在一切文字中 说 这个金刚经 跟阿弥陀佛没关系 不要念了 那你就 你就真的就是暗昧决心 你的心性之中 就不起绝招 那个怎么叫念佛 所以佛门之中 既然是大教 他知道众生的决心 而且就在决心之中 所为一切众生 做种种接引的 所以他知道 过程之中就有接引向 从一个暗昧 他从心性之中 就有剑刺的成就 只要你赤神恳切恋 只要你真正发的那个心 如同世智 所以自然就能成 相光庄严 那么起成如是 熏文 起成如是智慧 叫相光庄严 这个中间绝对 没有一切障碍现前 你多此一句 我就可以肯定你 原来行者 你还是停留在 过去的凡夫业感里 你在忘说念佛 所以这个是大决题 所以你要在学到 中门中念念这样回光 当下是绝 当下是绝 也念念之后 转身这一念 当下都是阿弥陀 但是这个时候 知道的阿弥陀 已经不像过去的 念佛的那种委屈了 你是在 这一念阿弥陀中 看尽就这一念 觉得阿弥陀 这一念 都是你的决心的无量光 虽然我嘴上念的 是念头中的 阿弥陀的名字 我心中思维的是 这一句 就是当下念头的 无量光 这个人将来 才有一天 突然能够证得 原来弥陀 念弥陀 原来无量光 在念无量光 所以它都有见词 都有过程的 当你真正知道 你原来弥陀 念弥陀时 举目望去 过去看你流转的 所有的一切感受 都是流转向 再看去 哪个流转向 不是什么 不是你决心的庄严 就好像刚刚讲的 水边淋下 鸡变多一样 哪个感受之中 不是你决心的庄严 这个时候才叫什么 你怎么 化佛献权 我敢保证 你将来往生 化佛来接 想让你现在 有的人会误会 这念佛念到 要死了 闭了眼睛才看得到 你拿现在的勤苦 去修一个将来 不知名的安乐 吃也 你知道心性的人 你在念佛当下 你当然自己 都能够清楚 为自己作证 是不是心性之中 慢慢已经脱繁 已经慢慢站在 根本觉体上的 他根本没有造作的 没有虚伪的 种种性德上 你心中体会一点清静 你看到世间就不同 那个不是说行者不知道的 那行者一定要知道的 就好像一个向善的人 你会说我向善 我不知道我到底 成就善法没有 不可能的 只是向善的人 他所成就的一切善法 他不会像一般的世间的 狂妄的伪善之人 往到处说 我是善人 我是善人 他不会 但你不能说 他不知道他现在心中 所成就的一切善 他当然清清楚楚 心性的转变 怎么会不清楚呢 所以你心中只能转变一分 你就会发现 你的意识就跟过去不一样 凡夫啊 过去世间人 世间的修行人 他只是在心中转变的时候 发现 我心中可以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他欢喜 流转在转变上 追逐转变 追逐不一样 佛门弟子 因为念念之间 在决心上参的 所以大觉行者 他比一般的外道凡夫 多一念智慧 那叫向上一念 既然他能转变 既然他能变化 那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所以你始知信空 他就不会在转变上 追逐转变 他是能够任其转变时 他当下提顶他的信空 跟妙友 所以你始知信空 跟过去在转变上 以为能变 所以一直不断在变异中 那是外道 外道不都叫你变吗 恶心变成善心 都叫你变 只要你真正知道信空 那才是永远不受世间 善恶二法的妄想束缚 那个不知道 不被善恶二 他那个不被善恶二法束缚的 他才能够明白 辨析一切世间善恶 那是永远不受世间善恶二法律的 那是永远不受世间善恶二法律的 那是永远不受世间善恶二法律的